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非他自作孽 这一讲啊 我就来带你看看教会是怎么自毁长城的 而且啊 正是因为教会出了大问题 才演化出来后来西方的列国争霸 教会到底出了什么大问题呢 他分裂了 我带你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先看看教会是怎么分裂的 在教会分裂前 教会达到了他政治上的顶峰 在前面我跟你提过教皇英诺森三世 在他的手上建成了教皇君主制 他本人啊 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 他甚至可以随意的费力世俗政权的皇帝 他厉害吧 但是 教会衰落的种子也在他手里买好了 我先带你看看他有多成功 然后啊 再跟你讲 为什么他的成功为教会的堕落挖了一个大坑 英诺森三世啊 年轻有为 37岁就登上了教皇的宝座 和之前大多数教皇一样 他是格力高力七世强化教权的忠实支持者 也是杰出的法学家 回想一下我跟你提过 教会就是要靠立法权司法权的强化 才能实现中央集权 因此啊 作为领导的教皇 大多数都是教会法学家 英诺森三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呢 在他在位期间 公然干涉了神圣罗马皇帝的选举 把自己中意的候选人 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他还公开惩戒了荒淫无度的法国国王 又强迫英国的约翰王啊 接受他指派的人 也就是兰顿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兰顿到任之后啊 直接导演了男爵逼宫的好戏 著名的大宪章 就是这次逼宫的结果 关于这段历史呢 我会在下一个单元跟你具体讲 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的西方 阿拉洞 西西里 匈牙利 都成了教皇的封建领地 教会啊 简直是封端无限 继任的教皇们呢 继续推进英诺森三世的路线 甚至不惜动用十字军 去对付士族政权 这样一来 教会在教皇君主治的框架下 越来越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权 他的软硬实力结合呀 让他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 尚未成长起来的法国 英国 西班牙 还有他的老对手 神圣罗马帝国 都不是他对手 但可悲的是 在他权力争夺的道路上 走得越成功 他就离自己的崩溃越近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最根本的 一个组织必须遵循自己的原则和目的 背离了自己原则和目的所取得的成功 实际上就是异化 教会的原则和目的是什么 是基督徒的团结 遵守上帝的诫命 主持礼仪 提升道德 看护好基督徒的灵魂 教会也承认军事力量 不在自己手中 是上帝安排好了给国王掌管的 手伸得太长了 捞过戒了 开始掌握军事力量了 很爽很痛快 权力就成了毒品 越吸越上瘾 无法自拔 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 都需要权力 但是权力本身不是目的 如果为权力而权力 就很容易忘记自己的初衷 就很容易变成被权力控制的怪物 想想教会 曾经拥有崇高的理想 还有神学这种高级学问加持 结果呢 还是在权力的角逐当中迷失了自己 这个时候 你再想想 英诺森三世如何无限风光 是不是会觉得极被发凉 第二个原因 最切实的展开权力的争夺 就必然走上世俗化的道路 因为权力始终无法摆脱 最世俗的兵和钱 这两个事情 教皇啊 有宗教权力 有组织 有策略 在竞争强度不高的时候 可以压制住有兵的皇帝 但是竞争啊 在突飞猛进的升级 没有兵 心里不慌吗 要有兵 就得有钱去养兵 所以啊 尽管权力是多种元素构成的 但是他不可能摆脱物质性的兵和钱 世俗政权里边的皇帝和国王 他们想尽办法去筹筹筹筹 任何人都会觉得天经地义 即便你不喜欢呢 也知道 那是他们天生就要干的事情 可是教皇 教会呢 天生就不该干这个事情 硬要去干 就意味着教会自己在世俗化 是在自杀 当信徒们 看见教皇在真权夺利 不惜为此真兵真睡 他们还会把教皇当作圣洁的使徒吗 这样的教会跟自己原来鄙视的 那些为了世俗利益 盈盈狗狗的皇帝国王们 有什么区别 教皇参与权力的争夺 因为避不开权力最基本的物质属性 他就会主动的推动自身的世俗化 结果导致信仰的破产 而教会最大的权力 凭借人们信仰得到的权威 自然也就瓦解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教会异化的硬逻辑 在赚取权力的过程中越成功 就越是在摧毁自己的立身之本 第三个原因 最危险的 权力斗争越激烈 对斗争者的要求就越高 一旦教皇稍有不慎 根基已经动摇的教会 很容易就毁于一旦 想想看 高强度的权力斗争 既要心狠手浪 当机立断 又要心怀理想 胸怀宽广 为什么 只有手腕没有理想 那就是把权力当作毒品来吸的怪物 只有理想 没有手腕 那就是东国先生 只会被狼吃掉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权力斗争对人的考验是极高的 就是因为 手腕和理想两种素质 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兼容 英诺森三世的继任者们 把他开创的教皇君主制 越推越高 他们的手越伸越长 和世俗政权冲突越来越多 越来越激烈 教皇们就越需要有大智慧 大气魄 但是呢 人总是有极限的 人的素质不可能跟着 飞长的形势一路飙升 一旦形势严峻 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 崩溃就在眼前 到这儿啊 我就可以跟你讲 教会大分裂具体指什么了 也就是谁捅破了窗户指 把教会从巅峰推下了万丈深渊 这个人是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利普 1303年 他的党徒 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 安维尼蒙 囚禁了独断专行 刚愎自用的教皇 波尼法斯巴士 教皇在这儿 受尽了折磨 尽管后来被解救 但很快就死了 自此之后 教廷就留在了阿维尼蒙 完全被法国国王控制 一直到1378年才结束 法国国王对教廷的控制 到了什么程度 在这70多年里边 大部分的红衣主教 和所有的教皇 都是法国人 历史上 把教会这段惨痛的经历 叫做阿维尼蒙之囚 囚犯的囚 在这70多年里边 虽然教廷完成了 国家财政的制度建设 但是在西方人的心目当中 教廷和教皇的威信 已经荡然无存 但这只是教会 自毁长城的第一步 第二步 就是教会大分裂 1377年 教皇格力高利十一世 把教廷从阿维尼蒙 迁回了罗马 但是呢 他第二年就去世了 于是 一堆法国裔的红衣主教 被围困在罗马城 选举出了新教皇 但是他们呢 很快就和新教皇翻脸了 跑回阿维尼蒙 说之前选的不算 又选了一个更新的教皇 结果呀 罗马一个教皇 阿维尼蒙一个教皇 各自带着一堆红衣主教 都说自己是真的教皇 真的教廷 真的红衣主教团 对方是冒牌货 法国和他的同盟国 显然是支持阿维尼蒙的教皇 其他国家呢 支持罗马的教皇 就这样 两个派系并立了30多年 基督教世界啊 终于忍不可忍了 在法国国王 神圣罗马皇帝的支持下 主教和红衣主教们 在1409年召开了会议 想要结束这个滑稽的局面 结果呢 搞出了一个更滑稽的局面 大会的方案啊 是两个旧教皇同时退位 在会上选一个新教皇 新教皇倒是选出来了 两个旧教皇又不退位了 结果啊 这下有了三个教皇 相持不下 这种局面 一直延续到1417年 终于啊 三皇归一了 曾经威严神圣的教廷啊 居然沦落成闹剧不断上演的 踏舞台 真是可悲啊 这还没完 还有第三步 教会大分裂是结束了 但是教会作死的路还没走完 作为结束分裂后 选出的第一位教皇 马丁武士 他还是走 英诺森三世开出的老路 继续动横百合 而且啊 更加心狠手了 军队税收 宫殿这些政治硬科 都成了教廷赤裸裸追求的目标 巧取豪夺 恒针暴脸 卑鄙下流 这些事都来了 教皇甚作啊 自然也就成了各路枭雄 争夺的大肥肉 这个时候 你就能理解 马丁路德和马基亚维利 为什么会出现 他们把教皇啊 看成了骑在 整个西方头上的吸血鬼 一个用宗教改革的办法 一个用力挺国家的办法 目的都是摧毁教会 后果很明显 教会自寻死路 想一想上一讲的末尾 我跟你提过的 但丁他们对付教会的办法 他们在理论上 把教会和国家分开 强调国家才有强制力 教会必须服从国家 面对这样一套政治理论的攻击啊 教会没有束手待毙 反过来是要追求强制力 居然强势的把自己 变成了世俗国家 结果呀 西方多了一个 争权夺利的世俗强国 却失去了劝人向善 引导道德 看怪灵魂的诺亚方舟 教会的坍塌 意味着中世纪的教权 和政权并存的二元结构 也随之坍塌了 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 因为教会的失职 导致精神生活的严重亏空 可以预见 一旦有新的宗教改革运动 引导人们追求纯洁的精神生活 人们将会激进狂热的拥抱它 宗教改革看来不可避免 沿着这个逻辑 你可以把宗教改革看成 从外部对宗教权威的重塑 从内部看成对精神生活 亏空的弥补 这个大问题 我留待以后给你细谈 教会摊塌的第二个后果是 世俗政权 因为失去了教会的外部制约 而变得一家独大 可以预见 没有外部制约 内部制约也还不成熟 世俗政权的权力将会飞速的膨胀 直到人民忍无可忍 奋起革命 第三个严重的后果 教会重整 政权作大 西方的权力格局 会进入一个动荡期 究竟教会能够回归 从而二元结构重新回归 还是教会从此一蹶不振 政权形成一元格局 还需要通过观察更多的因素 才能够判断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教会因为追求权力而走上了邪路 违背了自己的目的 瓦解了自己的根本 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地方 结果导致他加速堕落 经过阿维尼翁之球和大分裂 教会最终变成了吸血鬼 最终失去了精神团体的本质 堕落成一个真权夺利的国家 教会的坍塌 意味着中世纪二元结构的坍塌 教权 政权 大格局 都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一讲 我就带你去看看 什么样的新形式 在中世纪末期出现 把西方从中世纪推进了现代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 咱们下一讲 点击 咱们到来 咱们 feeder scriptures 咱们拳